好久没有来这个小巨大演出 上一次来的时候是2017年的9月 对吧 对 时间过得好快 那个时候我才21岁 今年转眼都23了 所以 怎么了 你们能不能假装这个事 就是真的 我再说一次 你们都不要发出声音好不好 好好 对 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我觉得上一次来 2017年9月 那个时候我才21岁 现在 不是说好不说话的 然后又被骗了 非常的开心 对 我今年在录一个节目的时候 那个叫什么 那个中国好声音的时候 我胖了20斤 然后每天休息又吃 然后我在演唱会演到一半的时候 我这套衣服就已经穿不下去了 真的 我的那个服装是 我的服装是非常的那个什么 没办法 我其中有一场 是把我这个裤腰剪开 就撑进去的 你知道吗 就所以从那天之后呢 我回去之后 我洗完澡嘛 我对镜子看了一点自己的裸体 之后 对 我觉得就太不要脸了 你知道吗 就胖成这个样子 太胖了 从那天开始就开始减肥 然后我大概从一个半月之前减肥 到现在我减了11公斤 所以现在可能有点营养不良 刚才前面太嗨了 现在有点喘 所以跟你们在这讲话 耽误点时间 这个 我缓和一下 对 缓口气 缓口气 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从今年的三月开始 就一直被底下人说要叫脱衣服 脱衣服 一直一直没有 你说我那么个人有什么好看的 不过呢 因为我也可以理解大家为什么 就老想让我脱衣服 因为我这次的衣服都是 找得都特别低胸的 对 都到这里的 对 所以为了今天特别来了 这个台北呢 我有好好在家练一下 不要加急 我不会那么快脱的 就是 一听到脱衣服 全场最大一次笑声出来了 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笑 那种 等一下 我看谁敢跟我比那个咬鸡 我现在我在家练了四个小时的咬鸡 买了很多什么 那个叫什么牛肉干 核桃 瓜子什么的 那时候如果说一定要你去那个叫什么 漏鸡肉的话 你会漏哪里 我可能应该只会漏我的咬鸡 所以大家将就看一下 我一直在漏 想看左边还想看右边 左边 左边 好 那请看这边 这边的朋友请看左边 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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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个 这个叫什么 年纪大了之后废话比较多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